還要來看到住了將近三十年的透天錯 因為被列入了重劃區而面臨拆除 但是獲得的補償金卻只有兩百三十多萬元 如果是您可以接受嗎 高雄一名理性屋主就面臨了這樣的遭遇 他說這樣的錢要再蓋一棟這個透天錯 或是買大樓根本就不夠 而且呢 因為重劃後配得的土地市值增加 因此依法還要再補足兩百多萬元的土地差價 真如已經七十二歲 還要撫養兩位 有身心障礙兒子的李阿姨 天天是以淚洗面 不知道未來要何去何從 真的好難過 想到一間房子就要被拆了 已經七十二歲的李阿姨 幾乎天天以淚洗面 李阿姨的房子位於高雄救火車站區域 因此被列入七十一期重劃區內 一間透天錯要被拆掉近三分之二的面積 然而市府給的建物補償金只有兩百三十幾萬 而且重劃後配得的土地市值增加 因此依法還要補足兩百五十萬元的土地差價 李阿姨說他還有兩個身心障礙的孩子要撫養 哪裡還有錢 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站出來幫他發聲 痛批官方的強勢作為 不過主委單位土開處表示 會考量當事人的訴求與處境 只是對李阿姨來說兩百三十多萬的補償費 要蓋屋買房都不夠 更何況還要掏錢補土地差額 無助的他在透天錯外掛滿抗議的布條跟紙板 為自己的權益發出無聲的吶喊 華視新聞邱君平 邱顯雄 高雄報導